视觉艺术协会是198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建立的民间组织,旨在促进言论自由。 该组织星期四发表至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说,奥巴马总统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曾说,得奖是对他自己采取行动的一个敦促。 视觉艺术协会认为,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欲重良心犯,就是奥巴马总统应该采取的行动。 该协会主席刘亚雅女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说, 我们希望奥巴马在中国谈论再压良心犯的问题,我们信中提到中国十位良心犯,我们相信这些人或者被关押了,或者失踪了,他们应该立刻得到释放,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。 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讲真话,遵守中国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宪法。 在给奥巴马的信中,视觉艺术协会列出了中国狱中人士黄奇、孙林、齐冲淮、胡佳、陈光成、杨春林、刘晓波、贾智国、温道西欧神父的简单情况,希望奥巴马敦促中国释放他们。 这封信提到,四川的六四天网网站创办人黄奇,2008年6月被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名义,关押至今尚未判决。 参与过维权活动报道的江苏记者孙林,是2008年6月在南京被判四年徒刑的。 山东记者齐重槐,在拒绝停止腐败问题报道的要求之后被捕,2008年5月被以诈骗罪名判刑四年。 大家看见前面的画面,是我在80年代用分体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历史。 那么,89年6月份,凡数从这个门前路过的学生们,我相信不会对这个饭店没有影响。 到了90年代,有了小摄像机,我的记录更加完整。 现在我身后的这个背景,都是我用小摄像机记录下来的所有历史和每一个工程。 这仅仅是一个小小围墙工程,我仍旧有了记录。 南京新装契配层是一个很大的市场,我用了9天的时间才先完,却没有发生一期打架闹事的事情。 都是我们用语言和说服的方式解决的。 这个画面,凡所看过我的视频面都不会陌生,这真实的记录下来,中国民工的孩子们是如何生存的。 2003年,我仍旧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当时的所有拆迁情况。 关于2003年拆迁的事情,张沛先生也证实了我当中戴的摄像机,并记录下来所有的历史。 我就不信,有谁能看见犯罪分子用记录历史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犯罪的? 你还记得我拿着摄像机吗? 对对对对 是吧?嗯 请问